药理问答第37题 信徒临终的时候 从基督得什么益处呢? 信徒临终的时候 灵魂就得以完全成圣 立刻进入荣耀里 他们的身体既与基督仍旧联合 就在坟墓里安然歇息 只等到复活的时候 我们先提到祷告 天父上的我们感谢 赞美你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查好你的话语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 在这些你所欣喜的人的身上 得到帮助 可以明白你的真道 恳求你教了我们 光照我们感谢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最近两个礼拜都在讨论 要理问答第37题 因为第37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第37题 提到信徒的死 西伯来书第9章第27节 告诉我们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 却又审判 死亡是普遍性的 每一个人都会死 但我们最近在指出来的 所指出来的就是信徒的死 跟非信徒的死是 是截然不同的 而且这是另一个关于对立的一个例子 我们很少听到 不但非信徒的死对他而言是个咒诅 但是他的整个生命都在神的咒诅底下 我们看一下生命记 第28章第16节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间也必受咒诅 你的框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以及牛犊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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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田间的时候也受咒诅 不管他去什么地方 他都在神的咒诅底下 他的团面盆受咒诅 他去做生意的时候也受咒诅 当他生小孩的时候 他所生的孩子也在神的咒诅底下 可见不但恶人去世的时候 受神的咒诅 但他的这书经文告诉我们 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的整个生命都在神的咒诅底下 基督徒反而刚好是相反的 不但基督徒 基督徒不但去世的时候 将会被神所祝福 但他刚好跟非信徒相反 他不管发生在他的身上 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咒诅底下 信徒刚好跟恶人是相反的 因为恶人所经历到的所有的好事情都在他的身上 神告诉我们都是咒诅 不管他去什么地方 他都受咒诅 他去工作的时候 他的工作也在神的咒诅底下 甚至于他生小孩的时候 他的小孩圣经这处经文庆祝地告诉他 他自己的小孩也是将会受咒诅 但信徒不管什么坏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 这坏事 神会使他成为一个祝福 而当甚至于当他去世的时候 他的死亡对他而言也是一个祝福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教导 这就是要理问的第三十七题 所告诉我们 让他说信徒在临终的时候 从基督得什么益处的意思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 告诉我们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连他的死亡对基督徒而言 也是神给他的祝福 然后要理问他 也解释我们给我们如何 是王对基督徒而言 他如何成为一个祝福 他说在死的时候 基督徒都会 他的灵魂都会得以完全 也就是说完全的成生 怎么说呢 当一个人得救的时候 他就重生了 我们说他重生得救了 神也就是说神赏赐他新的生命 他之前得救之前 是死在 佛说书的一二章告诉我们 死在过犯罪之中的 约翰福音第三章说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 并且他一旦有生命 他立刻就开始成长 长一长 就像在大自然上 每一个有生命的植物 都会长得越来越高 每一个有生命的动物 会长得越来越大 照样在属灵的光景底下 也是如此 那么什么叫做属灵的生命呢 四篇第 我们看一下 四篇第119篇 第1百 四篇第119篇 第1百四十四节 求你自我无信 我就活了 可见属灵的生命 等于是属灵的知识 这不但是旧约圣经的交道 他同样也是在新约圣经 有同样的交道 原本第17章第3节 告诉我们 认识你 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 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因此 每一个有生命的植物 动物 人 还有基督徒 都因此会成长 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既然基督徒的新的生命 等于是新的知识 那么基督徒的成长 也是等于是基督徒在知识上 越来越明白 知道 认识 神 明白真道 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 澄清一个很大的误解 因为每一个很重要的真道 真理都会受魔鬼的攻击 而且这个真理也不例外 很多基督徒在美国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特别在台湾 都会贬低知识 而且他们认为 他们有贬低知识 他们有圣经的根据 可以贬低知识 哥林多前书 他们喜欢用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 第一节 论道具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知识使人自高自大 怎么说呢 属世的人会因为他的知识或他的学问 会感到最高傲 而且我们人 常常我们对别人最大的批评 就是批评说他是愚笨的 这就告诉我们人 有多举高 我们所谓的 或者是真正的知识 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 都在告诉我们 属世的知识 会使人 属世的知识 会使人感到自高自大 当一个人知道某一件事情 而其他的人不知道的时候 他就倾向于 以他所知道的东西 感到为傲 但属灵的知识 截然不同 怎么说呢 因为属世的知识 是某种成就 常常一个人 为了得到属世的知识的话 他必须要经过很多的努力 学习 用功 还有经过很多的经历 他才会得到属世的知识 但属灵的知识 截然不一样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四节 清楚地告诉我们 属血气的人 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反倒以为于拙 而且他接下来告诉我们 并且不能知道 不是很困难 不能知道 这就告诉我们 很重要关于属灵的知识的一件事情 怎么说呢 属灵的知识 不是不像属世的知识那样 属灵的知识 不是人的成就 他完完全显是神所赐给人的嘛 此外 神所做的一切 包括赐给人之事 他做的时候是免得有人自夸 话说回来 灵魂 那个信徒的灵魂 在他去世的时候 在成圣上得以完全 我们说 说过成圣是个过程 而当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的成 这等于是我们的成圣的最后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叫做 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得荣耀 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 属灵的知识不但不会死人 不像属世的知识 不会死人感到自高自大 他反而是相反的 他叫人谦卑 属灵的知识叫人谦卑 一个人越 越明白关于神的事情 他越知道 上帝的伟大 而他自己的渺小 以及他自己的邪恶 一个人越明白 关于神的事情 他越发现他的知识 不是 他自己所 他自己一个成就 不是靠他的努力和勤劳而得到的 他反而一切都是神所赐给他的 我们看一下一处 关于这个主题的重要的经文 使徒行传第15章 第9节 这就是信徒在去世的时候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里告诉我们 圣灵借着赐给我们信心 洁净我们的心 那么成圣是某种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成圣是某种洁净的工作 真言第27章 对不起 第23章第7节 因为他心怎样思良 他为人就是怎样 他心怎样思良 他人就是怎样 什么意思 一个人的思想必定要受改变 否则的话 他不会受到什么样的改变 神赐给我们这事 就在等于是 越来越捷径我们 另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的经文 就是彼得后书第3章 第18节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 有长进 有所成长的意思 这不是两回事 而是一模一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在恩典上 所谓的长进 等于是在认识 主耶稣基督 或者是对主耶稣基督的知识 的成长 而且对主耶稣基督的知识 既然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 会改变我们 他会让我们成为谦卑的人 他也会增加 圣经告诉我们 会增加我们的信心 圣灵所赐给我们的知识 他给我们这个知识 不是要我们看不起别人 因为别人没有我们所拥有的知识 而是他赐给我们的缘故 是要我们相信他 相信我们他所赐给我们的知识 我们对神 我们越对神有知识 我们越会爱他 并且越想要敬拜他 越想要服侍他 这就是我们的 等于是我们的成圣 圣灵 借着赐给我们信心 竭尽我们的心 因为信心的相反 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 解清楚地告诉我们 信心的相反 等于是 他说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而不是凭着什么 不是凭着眼见 凭着眼见 行事为人 等于是凭着信心 过日子刚好是 是我们最大 凭着眼见 过日子 是一个基督徒 行事为人 凭着信心 刚好是最大的 一个障碍 凭着行事为人 凭着眼见 是他最大的障碍 那么我们曾经说过 呃成圣 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分别 这个词 我们常常说分别为圣 什么叫做成圣 成圣就是从世界上 从世界的 以前我们有世界的思想 我们是属世的 在我们的思想上 我们是分别出来的 尼西平记第十章 我们看一下 第二十八节 一切离绝临邦军民 归服神律法的 并他们的妻子儿女 凡有知识能明白的 非常的有意思 他把知识跟成圣 放在一起的 是离不开的嘛 雅各书第四章 第四节 告诉我们 与世俗为有的 是与神为敌的 那么属世的人 怎么样行事为人呢 他们是凭着眼见 属世的人 是属血气的思想 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为这个世界而活的 为这个世界 所能够提供他们的 大自然上的东西 房子 车子 钞票等等 那么信心的相反是什么呢 约翰一书第四章 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所以属血气的知识 同时也赏赐我们信心 而我们越有信心 我们越凭着信心过日子 并且我们越凭着信心过日子 我们越不凭着眼见 行事为人 凭着眼见过日子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在这个事情上是非常的关键 第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允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见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这处经文可能是全圣经上最清楚 对基督徒的一个定义 我们越有信心 我们越承认 我们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而我们越承认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越受到神的成圣 因为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基督本身 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 当基督显现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去世的时候 当基督显现的时候 我们必要向他 因为我们必得到他的必得见 他的真体死亡是成圣 最后一个阶段 请注意要理问答 所说的是信徒 临终的时候 从基督得什么益处 神不但 一直不断的赏赐 他的百姓 在我们的生活在这一辈子上 不断的赏赐我们信心 他同样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在我们去世的时候 同样也赏赐我们信心 而借着神在领终的时候 所赏赐我们的信心 我们一切的罪恶都已经当时去掉了 不见了 这就让我们想起来 我们以前所提过的 人跟罪恶有四个不同的关系 第一个 在亚当堕落之前 人跟罪恶的关系是 人能够犯罪 有犯罪的可能性 第二 亚当堕落之后 他跟他一切的后裔 他犯罪之后 堕落之后 是不能不犯罪的关系 在得救的时候 人跟罪恶的关系是 能够不犯罪 神给基督徒一个不犯罪的能力 最后一个 人跟罪恶彼此的关系 就是在死的时候 基督徒在死的时候 是不能再犯罪 他是成圣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得荣耀 阿们